为了能成为富豪,男人顶着40度的高温,在沙漠里不吃不喝,因为他要守住沙漠下面的金山,现在只能等,等同伴找来设备,把金山挖走,从此,两个人就能想尽荣华富贵,突然,远处的亮光闪到了他的眼睛,走上前一看,他又惊又喜,这里竟然有一架飞机残骸,太好了,有了这架飞机当营地,晚上睡觉就舒服多了,可男主想了想,在这里看不到金子,为了安全起见,他拆下飞机上的零件,然后拖着这些零件往回返,很快, 他的简易遮阳棚升级成了小屋,收拾好一切,他开始躺下休息,外面的高温天气,已经把他晒到脱水,醒来后他感到浑身无力,此时他走出小屋,坐到金子旁边,看着金子,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,随后他拿起石头,用力地敲下来一块金子,他抱着金子,一时激动地说不出话,不一会儿电话响起,是同伴打来的,他告诉男主,车子在路上发生了故障,要晚一天才能回来,这意味着男主要多饿上一天,晚上他点燃篝火,黑暗中,不停地传着, 反来野狗的叫声,好在男主举着火把,野狗不敢靠近,终于他又熬过了一晚,可剩下的食物已经被他吃光,随后他又开始拆飞机的零件,想加固他的小屋,可此时他发现远处有个人影朝他走来,他下意识地赶紧躲进飞机里,可女人还是发现了他,男主既紧张又害怕,女人看到男主的样子想帮助他,但男主一直对女人保持警惕,女人问他为什么会在这儿,男主吱吱吱吱说不上来,女人看出他一定在隐藏着什么,于是他一路跟在男主后面, 男主大声警告女人不要再跟着他,这更加重女人对他的怀疑,很快女人就来到他的小屋,男主慌了,因为金山就在眼前,这时女人说出了自己的猜疑,他感觉男主肯定在沙漠里发现了什么,并和同伴制定了计划,他们要拿走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没想到女人全部猜中,男主一气之下,抡起铁铲将女人打死,看着断气的女人,男主害怕极了,显然他已经被欲网冲昏了头脑,随后他挖了个坑,将尸体埋了起来, 他喝着女人的水,吃着女人的食物,这时他下意识地转了下头,竟然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,